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八零零 華視晚 今天新聞 我是連招慈 新聞開始 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臺灣今天新增三十九例的 本土確診個案和九例的死亡病例 只有以雙北的疫情為主 各自增加了十四例的確診案例 其次是桃園也增加了十一例 而其他縣市則都是零確診 整體疫情可以說是獲得了控制 而施打AZ疫苗後出現疑似 嚴重不良反應或死亡的個案 則增加了十三人 另外指揮中心 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 針對日前提到了家屬和病患 簽署DNR 放棄急救 儀式引發的爭議 也公開道歉 距離三級警戒剩下五天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手上的數據 更是降級解封的關鍵 七月七號新增本土三十九例 死亡九例 雙北各十四例 桃園十一例 其他縣市都是零確診 回顧過往五月十五率先公布 雙北三級警戒 當時有七個縣市出現確診個案 五月十九宣布全國三級警戒 則增加到了十個縣市 六月七號苗栗晶圓電子廠群聚 縣市數更來到十二個 隨著疫情的控制 七月七號更罕見的只剩下三個縣市 雙北和桃園 疫情獲得控制除了疫苗施打最重要的是公衛政策發揮效力 但爭議許久的機制管理三加十一防疫破口 指揮中心的專家小組成員李秉穎又爆出根本沒有討論過這項政策 是指揮中心自行決定讓陳時中再度硬起來 同樣來自專家小組的召集人張尚淳 則因為對死亡個案增加了解釋不當 引發爭議 鄭重 公開道歉 用詞不夠精準或不夠恰當 我還是要說抱歉 絕對沒有要去指責或傷害任何人的意思 強調沒有指責或是傷害 並且理解第一線人員的辛勞 也尊重每一個專業的決定 疫情當前的臺灣 不需要更多的言語評論 只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抗議 華新有料黃建英臺北報導